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美名问候你们 今天我们又再次拥有一个 一起敬拜的美好荣幸 这个主题可以在诗篇第27章找到 我们如何应对恐惧 从恐惧到无谓 但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希望我们能听取 我们其中一位成员的建造 他是纳比尔医生肺中心重症监护科主任 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 作为一名肺病专家和肺中心重症监护科主任 我已经在监视这种不同形成的肺炎的进展 这在以前就已经导致了肺衰竭和死亡 这些卫生组织宣布他是大流行并充之为新冠肺炎 当第一个病例在我们国家出现时 一天晚上我和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并警告他们即将到来的危机 我看了统计资料 在60岁以上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死亡率最高 63岁有轻度中风和心脏病病史 我知道如果我被感染 我活下的机会几乎是零 我想让我的家人做好准备 而不是过度的惊吓他们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情绪 看到他们脸上的紧张 因为他们质疑我是否明智 是否冒这样的风险 我向他们解释说 这是我选择侍奉上帝的施工 我怎么能逃避我的职责和责任呢 但在我心中最重要的是 我能给我的主什么借口呢 但在我心中最重要的是 我能给我的主什么借口呢 哪个房间最适合我 为了避免传染给我的家人 作为重症监护室主任 我肯定会处理最严重的病例 事态发展迅速 卫生署宣布肺中心为转介中心 对于最严重的新冠肺炎病例 3月12日 我们的头两名重症患者到达 就在同一天 我自愿实施的隔离开始了 四天后我发烧 身体剧痛 3月20日事发八天后 我一个人开车去医院住院 不想让任何人接触我的病 当我走向汽车时 我看到我的家人在楼梯上挥手告别 我依稀记得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了 当医生的问题是 你知道每一个心中症出现时 你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你可以遇见每一种治疗的并发症 所以当我的氧气水平开始下降时 我开始觉得呼吸急促 我必须决定 我可以让我的同事 把一根管子从我的喉咙里插进去 给我借个呼吸机 呼吸机是帮助我呼吸的机器 老实说我不能决定 所以我祈祷哭喊着 主要如果你要带走我 请不要让事情发展到那样的地步 请尽快带我走 比疾病引起的身体疼痛和不适 更令人痛苦 是一个人所经历的孤独和寂寞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我是一个人 但我从未真正感到孤独 我经常和我们的主交谈 告诉他我所有的抱怨 我不舒服的感觉 事实上我没有人帮助管理我的需要 我经常找他指导 如何选择治疗的方法 寻求抚慰和安慰 当我的计算机断层扫描 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改善 曾经我甚至问上帝 这是不是他的旨意 在他带我走之前 让我再看一次我妻子 表面上看我最终 生病似乎没有道理 但当需要医生照顾病人时 但我意识到上帝在教导我 如何与他亲密相处 以及我永恒天命的保障 上帝把我的病变成了祝福 我接受了如此多的爱和关心 来自我的直系亲属和扩展到 我所有的亲戚 我的病人 我的朋友 我的第十二 我的小组 还有照顾我的同事 每个人都开始为我祈祷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被爱过 这真是一个令人谦卑的经历 我不配活下去 我的很多同事都没能成功 但我知道我们的主有一个计划 他控制了一切 终于耶利米在第二十九章 第十一到十二节所写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一年 是自平安的一年 不是降灾祸的一年 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约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我才能站在你面前 我的禁闭是七天后 于四月六日出院 我又回到费中心为主服务 圣路加医学中心 全球充施 和西门子医院医治病人 我是诺威纳皮尔医生 愿荣耀 荣誉赞美归于我们的神 我为纳皮尔博士的见证 而赞美上帝 你注意到了 这是一位医生 医学专家 他是医学专家 然而 他受到新冠肺炎的折磨 是的 他很担忧自己的未来 他的家庭 但你注意到了什么 在不确定和恐惧中 他又开始专注于上帝 你看 认识上帝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解药 这将帮助我们克服恐惧 担心和焦虑 事实上 很多人都很忧虑 担心和害怕 所以这个讯息非常重要 从充满恐惧 从充满恐惧到无所畏惧 秘密是什么 好的 秘密是在诗篇第二十七篇 认识上帝 没有恐惧 请注意一些事情 如果你认识上帝 就没有恐惧 相反的 认识上帝 没有恐惧 和没有上帝 知道恐惧 我们将专注于认识上帝 诗篇二十七章的 主要的大纲是 大外在危难中的自信和无畏 大纲可以细分如下 与上帝的个人接触是关键 认识上帝 克服恐惧 追求亲密和满怀期待的祈祷 让我们从诗篇第二十七章第一节开始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你注意到了吗 诗人大卫从忏悔 从忏悔开始 宣扬他个人对于上帝是谁 这样的认识 根据诗篇作者 主 主 上帝的名字 耶和华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请注意 请注意人称代词 我的亮光 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与上帝建立真正的个人关系 第一步是克服恐惧 发展对神的信心 是与神的个人关系 与上帝的个人接触 大卫说的三件事有关于上帝 我的亮光 下一个 我的拯救 和我的保护 我的避难所 我的避难所 为什么 这很重要 让我们从他说的 上帝 是我的亮光 开始吧 在诗篇 第三十六章中 大卫写道 因为 在你那里 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 必得 见光 那什么意思 在上帝的光中 我们 必得 见光 你看 想法是 这个世界上 发生了很多事情 很多时候 我们 不知道 真相 我们不知道什么 才是真正 正确的观点 大卫说 在你的光中 我们 必得 见光 基于上帝的观点 我现在 可以开始理解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 这如此重要 格林多后书 告诉我们 如果 我们的福音 是蒙着面纱的 蒙着面纱是从 Velo 这个词来的 照一个遮盖物 你看不见 他对那些 正在死去的人 蒙上了面纱 圣经说 如果福音 耶稣的好消息 是人们不理解的东西 那么 原因是什么 这就是原因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 这个世界的神 撒旦 吃等不信之人 被弄瞎了心眼 注意 弄瞎了心眼 有一种东西是灵眼 而不是肉体的眼睛 他们的灵眼 这让我们能看到真相 但圣经说 撒旦是不信的人 弄瞎了心眼 死去的人 他们看不见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相 如果人们不明白 耶稣的好消息 他是我们的救世主 他是我们的主 原因是 他们是盲目的 他们看不见 我的建议是耐心点 当你和我分享好消息的时候 对我们所爱的人要有耐心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所拥有的是信仰 但是我们和上帝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不见 他们被蒙蔽了 许多人认为 通往天堂的道路是通过信仰 他们没有意识到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 那我们怎么知道真理的呢 圣经告诉我们 当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怕着就几时除去了 当我们转向耶稣时 我们的眼睛是打开的 事实上 在约翰福音八章 耶稣做了一个惊人的声明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注意 我是光 在旧约中 主是我的亮光 耶稣现在说 我是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言外之意 没有耶稣 我们就在黑暗中 我们无法理解真理 但一旦我们跟从耶稣 我们就能看见 还让我来问问你 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你做决定的依据是什么 是人类的意见吗 是你在书上读过的吗 媒体上有吗 那么你如何判断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呢 我了解到 这是上帝 透过耶稣的观点 我可以学会 看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注意 大卫也说过 耶和华是我的救恩 救恩始于知道 谁是神 神是谁 在约翰福音17章 这就是永生 他们认识你 注意 认识关系 亲密关系 他们认识你 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因此拥有永生的关键 是通过耶稣 与神 建立关系 通过耶稣与神 建立关系 大卫说 这不仅 耶和华是我的救恩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高台 他的保护 那是什么意思 耶稣在 约翰福音10章28节 告诉我们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你注意到了吗 救恩 在耶稣里 我赐给他永生 还有什么 他们永不灭亡 我的朋友是安全的 他们永远不会灭亡 但除此之外 耶稣给了他们一个保障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克服恐惧很重要 你必须和上帝有关系 你必须知道 上帝是谁 我们的光 你必须知道 主是我们的救恩 你必须知道 上帝是我们的保护 与主耶稣 没有个人关系 你如何克服恐惧呢 难怪下一章节 很清楚的说明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 就半跌扑倒 大卫不是凭空中写作 他不是在皇宫里写字 而是在危险中 大卫说 当这些人来的时候 我该如何面对他们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注意一大群 一大群这个词的意思是 军队许多人 你得知道 大卫是一个了解 成为逃犯的意义 政府在追捕他 扫罗王的军队追赶他 要捉拿他 如果可能的话 会杀了他 大卫总是跑 所以大卫明白 什么是恐惧 大卫明白什么是危险 我赞美上帝 大卫愿意写在日记上 他是如何面对恐惧的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我必仍旧安稳 你注意到了吗 他是如何克服恐惧 变得无所畏惧的 认识上帝 因为我与神有个人的关系 我必仍旧安稳 所以你若认识神 就没有惧怕 你要怎么认识上帝呢 要有个人的关系 但接下来 你必须追求亲密 认识上帝是一回事 但我发现了一些事情 如果你与上帝 有个人关系 就是与上帝的个人相遇 上帝开始给你一个饥饿感 你会想去追求他 看看大卫做了什么 第四节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注意 他从一件事开始 也就是说 优先权 对大卫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他为什么把我曾求放在这里 因为大卫知道 除了上帝的恩典 我们怎么会认识他呢 所以他请求上帝帮助他 这是真的事实 除了上帝 除了上帝向你我显露他自己之外 我们怎能和他亲密呢 我总是和别人分享这一个 如果我想认识杜特地总统 如果我想认识唐纳川普总统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去看他 但他们不给我时间 如果他们不开口 我们怎么会 我怎么认识他 这跟你的老板一样 如果你是员工 你可以为你的老板工作多年 但仍然不认识他 能够认识某个人 那个人更高层 必须愿意带你进入他的信任 并展现自己 就像结婚一样 你可以和某人在一起 但如果那个人不开口 你就不认识他 我赞美上帝 大卫明白这个道理 上帝也非常愿意显露自己 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 意思是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多就一件事 一个优先事项 我仍要寻求 他要寻求什么 真正专入的是什么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大卫在神面前说 我要与神同在 我要与神同在 那是大卫的渴望 去认识主 我不知道你在追求什么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我们追求很多东西 对一些人来说是事业 对一些人来说是钱 对一些人来说 这是一种爱情关系 对一些人来说是地位 不管是什么 我能警告你们 这些东西可能是好的 家庭可以很好 孩子可以很好 事业可以很好 除非他们变得比上帝更重要 这就变成了 偶像崇拜 当你把任何事情放在上帝之前 我的朋友 你永远不会真正体验到 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这叫做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注定要失望 重拾的事实 我们中的许多人追求幸福 但是你无法找到幸福 除非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你可以试一试 暂时的欢乐 暂时的喜乐 也许 但如果你真的知道上帝是谁 你将开始了解大卫的神学观念 我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想敬拜耶和华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注意 瞻仰荣美 从语法上说 这个词的意思是凝视 专注 敬拜 直到今天我仍在学习 瞻仰神的荣美 我意识到我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了解上帝 我几乎可以预测 当我们有一天永恒的见到耶稣时 我们要做什么 我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 在侍奉上帝之上 在与他做王之上 在崇拜他之上 你将学习并不断地学习 有关无穷尽的上帝 那为什么上帝是无穷尽的 你永远不会枯竭 在你有生之年对上帝的认识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无穷尽的 我只想到上帝的荣美 他的性格 他的爱很难理解 他的耐心 他的恩典 他的忠诚 这真是太奇妙了 他的圣洁 他的纯净 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理解 制造者的上帝 上帝是不变的 上帝的永恒 为了永恒 他的自我存在 没有人创造上帝 上帝不需要任何人 他是自欺自足的 但他爱你 也爱我 上帝的荣美 你能理解吗 所以我建议 开始学习敬拜上帝 一旦你尝到了上帝的良善 你会想更多的了解他 更多的寻求他 让我给你解释一下 没有时间的迷思 当你说你没有时间 去追求上帝 去敬拜他 我能告诉你 这是个迷思吗 我什么意思 事实是这样的 当你说你没有时间 去敬拜神 研读圣经 更了解上帝 不是因为你没有时间 是因为他不够重要 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陪家人 问题不是因为你没有时间 而是这不是你的优先事项 如果你没有时间学习上帝的话语 问题不是因为你没有时间 而是因为这不是你的优先事项 这不重要对你而言 就我而言 因为认识耶稣的超凡价值 我已经在我的生活中 在我的日程表上 在我的行程表上 我优先祷告 我优先阅读圣经 我优先 敬拜上帝 你知不知道上个星期天 我把我们全家聚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敬拜神 听祂的话语 有一些关于敬拜的东西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你明白 生活是关于选择 你选择什么是重要的 我不能为你选择 大卫做了一个选择 我只求一件事 就是追求上帝 我不知道你今天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但我祈祷 你能优先追求认识上帝 什么是敬拜 我们对神是谁 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以及祂继续做的事的 正确回应 你看大卫明白上帝是谁 祂做了什么 以及祂继续做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大卫的生活 是一种敬拜的生活 现在这并不意味着完美 但这确实意味着 你一生的追求 是一种敬拜的生活 不仅如此 你还想取悦祂 看大卫所说的神是谁 要为祂做了什么 大卫说 因为我遭遇患难 祂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祂亭子里 看大卫明白神是谁 神做了什么 祂继续做的事 祂必暗暗地保守我 意思是祂会保护我 祂会保护我在隐秘处 祂会把我藏在祂帐的隐秘处 祂会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大卫知道祂的安全 祂的保护来自于主 这就是为什么祂敬拜祂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 你看大卫知道上帝能做什么 我要在祂的帐幕里欢然献祭 大卫说我要献祭 你看敬拜就是知道上帝是谁 祂已经做了什么 祂继续做什么 这就是亲密 与神亲近会导致敬拜 因为认识祂 你的反应 亲密的反应 真的是敬拜 我要唱诗歌 我要唱诗歌 你注意到重复了吗 我要唱歌 那就够了 不不不 我会一直歌颂谁 献给上帝 一个与上帝有个人关系 并且认识上帝 了解上帝 与上帝亲近的人 会想要敬拜他 我喜欢陶树说的话 我可以肯定的说 根据上帝圣言 所启示的一切 在这个地球上 任何男人或女人 因敬拜而感到厌烦 而被拒之门外 都没有为天堂做好准备 你知道这句话很有力量 他想暗示的是 如果你觉得敬拜 很无聊 如果你不想花时间 和上帝在一起 每个星期天在一起 并做个人礼拜 也许你应该审视 你的内心 你自己的生活 你真的认识上帝吗 注意 我不是说 你知道上帝吗 我是说你个人认识他吗 你知道耶稣吗 不不 我不是这么说的 你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避难所吗 你知道耶稣是你的避难所吗 什么是敬拜 什么是与上帝亲密关系 敬拜的核心是神的喜悦 大卫敬拜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 那么 我们能从大卫身上学到什么 我们如何克服恐惧变得无畏 认识上帝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怎么做到呢 好吧 一个与上帝的个人关系 追求亲密 最后满怀期待的祈祷 为什么 我发现了一些关于祈祷的东西 你越了解上帝 你就越喜欢祈祷 你注意到 你的祷告生活是贫乏的时候吗 当你的祷告生活没有活力的时候 是什么 为什么 是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上帝吗 你觉得自己可以凭自己吗 这是我们今天的天性 我们想要独立 对于大卫 因为知道神是谁 他完全依赖 他的一生是祷告的生活 而不仅仅是祈祷 满怀期待的祈祷 耶和华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 求你垂听 并求你连续我 应允我 你注意到了吗 很个人 上帝啊 我在对你呼吁 连续我 应允我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是我的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请注意语法的变化 他现在说 主啊 你邀请我 我邀请你 你能听到上帝的声音 你看到真正的祷告 真正的亲密 不是你与上帝对话的一条单行道 他在倾听 大卫能够聆听上帝的邀请 那是什么邀请 这是对你 对我的邀请 去寻求我的面 上帝在说 认识我吧 寻求我的面 寻求我 赞美 上帝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惊人的应许 看看这应许 雅各书第四章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于法上 如果你靠近上帝 如果你更接近上帝 应许是神就必亲近你们 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此的简单 很多时候 我妻子都想让我靠近他 看到很多次我们一起走 他想和我并肩走 但事实是 如果他走到我前面 我们就不会在一起了 很多时候你和我 我们走在上帝的前面 我们没有接近他 你怎么接近他 很简单 有罪的人 要接近你们的手 心怀而异的人 要清洁你们的心 这与圣洁有关 上帝在说 你要除掉罪 洁净你的手 纯净你的心 注意心 上帝追求的是 圣洁纯净 唯一阻止我们 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是罪 现在罪以各种形式出现 很多时候 这是可敬的罪恶 骄傲自以为是 上帝说 这些会阻止我们亲密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这是为什么他加上了 不要心怀而异 这个词 这是为什么他加上了 不要心怀而异 这个词 换言之 你和我必须爱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胜过任何其他罪恶 我从自己的生活中 发现了这一点 如果我做了一件 违背上帝的心 违背上帝旨意的事 有些事发生了 我感觉到了距离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但我的良心困扰着我 我的灵困扰着我 但当我摆脱了这些 不管是什么罪 不管我在做什么 我都会来到上帝面前 我坦白承认我的错误 立刻我体验到亲密 所以亲密是上帝邀请我们的 而大卫是一个虔诚的祈祷者 当你花时间祈祷时 你就会变得亲密 你多久祈祷一次 好吧 我建议祈祷是一种依赖的态度 你可以在早上中午晚上每天 每个时刻祈祷 但这是一种态度 注意他说 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怒 赶诸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你看 祷告就是对神诚实 大卫说 主啊 求你不要向我掩面 我不是完美的 你不要发怒 赶诸仆人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他一直在帮助我 主啊 你一直对我忠心 救我的神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离弃我 你看到大卫的依赖吗 他祈祷的诚实 很多时候 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追求上帝 我们和他有关系 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没有什么比真理更遥远了 上帝可能出于什么目的 而允许出现问题 让我们更接近他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现在学者们争论不休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事实是这样 当大卫逃离开扫罗的时候 连父母都害怕了 但最终 大卫邀请了他的家人加入 所以我们不知道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但这句话的重点很简单 人际关系是如此的脆弱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即使我的父亲和母亲离弃了 我 你最好的朋友可能想帮你 但由于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 他们似乎缺席了 对大卫来说 他的安全感不在人际关系上 是在与上帝的关系上 注意他的祷告 耶和华求你教你的道指 叫我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什么是真正的祷告 如果你认识上帝 你就会想知道上帝的道路 他说主啊 求你将你的道指 叫我不是我的道 很多时候 他们想按我的道做事 一个与上帝有关系 认识上帝的人 迟早会发现的 生命中最美好的事 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 按照上帝的道 而不是我的道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这是什么意思 引导我 主 指引我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的力量 大卫总是意识到危险的现实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 遂其所愿 因为忘做见证和口吐凶言的 起来攻击我 所以大卫知道他的危险 因此看看他的祈祷生活 主啊 教我你的道 你曾经这样祈祷过吗 不只是认识神 认识神就是知道他的道 这是什么意思 上帝的道 好吧 让我告诉你上帝的警告 有一条路人以为重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有一条路人以为重 换句话说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朋友 会告诉我们 会告诉我们 这是正确的做法 什么是流行的 但你知道什么是流行的 可能不是上帝的道 事实上圣经警告我们 这似乎是对的 这是有道理的 但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 就是最近发生的事 我在美国的女儿 顺便说一句 我有权可以和你们分享 下面的故事 他在给他一个最好的朋友 做心理咨询 因为他最好的朋友 和另一个男人有牵连 他最好的朋友应该是基督徒 所以我女儿向我们征求意见 我该如何劝告我最好的朋友 我赞美上帝 因为我女儿的心是纯洁的 哈利路亚 他想帮助这个女孩 现在让我告诉你 撒旦有多诡诈 你看当我女儿问他 你为什么要怀抱这段感情 你已经结婚了 你知道他对我女儿说了什么吗 上帝希望我幸福 那我的幸福呢 我和我丈夫在一起不开心 我丈夫不是我真正想嫁的人 我女儿很惊讶 所以他要求圣经的经文 谈论信实的重要性 你看撒旦是个骗子 他的谎言是这样的 想要快乐就做你想做的事 要独立 自由会给你幸福 那是对人的白费 做你想做的 做你觉得对的事 但事实并非如此 你知道主的道是不同的吗 除了上帝 没有真正的幸福 这是上帝的道 上帝创造了我们 他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 他知道我们真正最大的快乐 幸福是什么 你知道这就像油和水吗 你不能混在一起 没有上帝要幸福是不可能的 当我说真的快乐时 我指的不是暂时的幸福 暂时的快乐 我说的是持久的幸福 持久的喜乐 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 你知道他选择了一条路 我真的以为他开始追随耶稣了 但某些事情发生了 他过着双重的生活 他有两个家庭 当我最近再一次见到他时 我看到他的身体 他已经老了 不再健康了 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为什么 你需要祈祷 主教我 你的道 主的道是什么 在主的道路上 可能与人的道路不同 但最近大卫祈祷了 你呢 你呢 你认识上帝吗 你想和他保持亲密关系吗 你是这样祈祷的吗 主啊 教我你的道 好让我跟随你的道 而不是我自己的道 引导我 你怎么知道主的道呢 圣经说得很清楚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上帝知道的客观真理 上帝的旨意 永远不会与上帝的话相抵触 你的话是灯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按上帝旨意去做 按照上帝道去做 请花时间研读圣经 因为圣经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请注意 什么是祈祷 祈祷是等候 祷告不仅仅是对神说话 而是等候神 这是在听上帝的话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 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 要等候耶和华 认识上帝的人会祈祷 有耐心等候 有耐心等候 因为祈祷是等候 很多人不明白 祷告不是无所事事 他正在期待的等候者 在等候上帝的时候 你要尽你的职责 当你等候神的时候 你要顺服他 在等待上帝的时候 你服侍他 但是等候上帝的全部目的是 因为你知道上帝是谁 你知道他是信使的 而且你信守他的应许 惊人的真理 如果我不相信 我就早已丧胆了 请注意一个信心的声明 我会看到耶和华的恩惠 在活人之地 你知道上帝是好的吗 你知道上帝会应许 给你祝福 不是你死后 是的 祝福会在那里 但与此同时 在地球上 上帝也是非常真实的 在你的生活中 例如圣经在诗篇第34章第8节 告诉我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你看到耶和华的恩惠 是大卫写的 大卫知道上帝是好的 他怎么知道上帝是好的 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个人经验 你问我 我可以从心底说 上帝是好的 我看到上帝对我的生活 对我的家人 做了什么 我们的家族企业 事工 还有我们的孩子 真是太棒了 上帝是好的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你尝过吗 你见过上帝吗 注意 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 如果你信任他 如果你依靠他 少壮狮子 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条件 你寻求上帝 优先考虑他 发展亲密的关系 什么好处都不缺 现在上帝对你的好处 可能并不完全是你喜欢的 但上帝保证你会很好 所以人们问我有可能吗 对上帝有益的东西 是我不喜欢的怎么办 好吧 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 在我的生活中 有些事情发生了 那时候我不喜欢 但是当我回头看的时候 我意识到 这很好 我如何学会谦卑 我如何学会信任主 这难道不是 让问题进入我的生活吗 上帝太好了 他想要把最好的 给你和我 所以等候上帝的话 是一个美丽的词 他意味着被捆绑在一起 他来自 Gava这个词被捆绑 就像不同的绳子 把他们绑在一起 所以等候上帝 就是束缚自己 就像绳子一样 你说 主啊 我需要你 你紧紧地抓住上帝 你让上帝紧紧地抓住你 所以这就是亲密 这就是合一 这就是等候上帝的意思 注意等候上帝 意思是 等候他行动 坚强点 等候时要坚强 等候的时候 让你的心鼓起勇气 这就是期待祈祷的意思 你怎么等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是最近才发生的 让你感激这个故事 我妻子和我有一个住在国外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视讯 网络视讯 他试着指导这对夫妇 好吧 这是一个 等候上帝的例子 你看 这个人 这一对夫妇 妻子和丈夫跟我们很亲近 但妻子发现 丈夫不忠 这个丈夫不忠 差不多20年了 你可以想象这个痛苦 当他几年前发现这一点时 那个男人承诺 他会改变 但事实是这样的 他并没有真正改变 你能想象这个痛苦吗 所以这位家人 这位与家人关系密切的女士 向我们征求意见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你相信吗 一个教会的成员 他的朋友告诉他 和你丈夫离婚 因为如果你不跟他离婚 你就是纵认他的罪 我很正经 当我听到这个建议时 所以他来找我们 我该怎么办 我们为他献上了上帝的心 我说 如果你想用通奸作为理由 当然你可以和你丈夫分开 但那不是上帝的心和灵 上帝要你原谅 上帝要你拯救你的婚姻 但你不能一个人做这件事 你需要相信上帝 所以在等候上帝做些什么事 这个女孩做了什么 她继续她的小组聚会 继续交送心 继续对她丈夫好 你知道什么神奇的事吗 她丈夫对我们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妻子这么好 她对我真的很好 几年前 丈夫对妻子说 我想重生了 终于 现在这个人已经上教堂二十年了 但是当他们后来进入时 我不是说因为CCF教会 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他们开始跟随我们的主日礼拜 丈夫说 我发现 我是一个假冒的基督徒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好吧 你知道她怎么说的 我是最好的假冒基督徒 上帝判我有罪 你知道 有几年了 她停止了那段感情 大概三年前吧 上一周 这个女生打电话给她 她很惊讶 她封锁了号码 女生通过脸书 找到了联系她的方法 但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男人告诉她的妻子 告诉我的朋友 你接电话 你跟这个女孩说话 你跟她说话 你说为什么就让我这么感动吗 这很感动人 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改变一个人 来抵抗诱惑 能对妻子坦诚相待 并告诉妻子去面对那个女孩 我的朋友很多时候 你永远不知道上帝能做什么 如果你不学会等候 我知道当你学会等候上帝时 我不知道要多久 但在上帝的时间里 你会发现 我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对上帝来 对大卫来说 他相信上帝的恩惠 他会看到 但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但他知道在他有声之间的祈祷 对这个家庭来说 我赞美上帝 这个家庭完好无损 婚姻完好无损 丈夫爱主 侍奉主 侍奉主 但是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女孩和她丈夫离婚 会发生什么 她永远不知道上帝能做什么 她的孩子怎么了 你知道吗 我的朋友 不等候上帝的后果 是如此的严重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上帝的恩惠就在我们身边 但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会错过什么 如果你变得如此 没有耐心 事实是这样的 我们面临危险 我们面临许多的恐惧 家庭 财务 关系 你怎么 面对这些 让我们向大卫学习 认识他 克服恐惧的唯一解药 就是与上帝关系 亲密接触 如果你认识上帝 你就会 学会追求他 你将学会更多的祈祷 你将学会等候 如果这个讯息 触动了你的心 你说彼得 我想要有大卫那样的经历 记着 大卫虽然有困难 但他经历了神的恩惠 好的 我祈祷你 请求耶稣进入你的内心 作为你的主和救主 学会等候他 就是信任他 如果你不认识他 你就不能信靠他 你不会认识他 如果我们不把你的生命 交给耶稣 你必须承认你需要他 承认你的罪 然后转向主 让我们祷告吧 主耶稣 我承认 我需要你 我想知道你的道 我想体验你的恩惠 但是主啊 我承认 我是个罪人 今天 我邀请你 耶稣 成为我的主和救主 我想认识你 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改变我的心 凭着信心 我会接受你宽恕的礼物 我接受你赐予我永生的礼物 感谢你 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现在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奉主耶稣之名祈祷 阿们 如果这个资讯对你有意义的话 你想知道更多关于耶稣的事 请点击下面的空白处 我们喜欢和你聊天 我们喜欢和你说话 作为我们渴望的一部分是 你能更多的了解上帝 不只是认识他 还要了解他 如何帮助别人认识他 我们星期三 有一个研讨会 与阿基们合作 这和道歉有关 你如何解释我们的信仰 你如何处理以下的问题 科学和圣经坚弱吗 苦难和痛苦呢 你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我怎么认识上帝 我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 我很高兴告诉你 晚上七点半开始 你可以加入我们 这是免费的 特别是给教会成员 和他们的朋友 上帝祝福你